蒙古西征一直打到欧洲 拥有广阔的领土和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 为什么还要出兵去攻打日本? 中国和日本之间 在历史上发生过四场正式的战争 除了这四场战争 还有很多小摩擦 最早的摩擦是发生在唐朝 当时朝鲜半岛分裂成三个国家 在朝鲜历史上称为后三国 唐朝支持后三国中的新罗 日本支持的是后三国中的百计 于是在新罗攻打百计的过程中 双方都作为援军发生过一些摩擦 但这都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正式战争 这个系列我们要讲的是中日之间的正式战争 一共有四场 第一次是1274年至1281年 中国的元朝进攻日本 忽必烈先后两次征讨日本 战争持续了七年 第二次是1592年至1598年 日本的分城秀吉进攻朝鲜 差点把朝鲜给灭了 明朝抗日元朝 这场战争也持续了七年 第三次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和清朝为了争夺朝鲜的宗主权打了两年 最后一场就是近代的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 如果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算的话 那是14年抗日战争 如果从卢沟桥事变算的话 是8年抗战 这两种说法都有 今天要讲的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称为元日战争 有人会提出疑议 元朝是蒙古人 蒙古侵略日本 不能算是中日之间的战争 关于这点 历史学家有争议 的确发动侵略的是忽必烈 不能完全代表汉族统治阶级的立场 但忽必烈又是中国历史承认的 中国的元朝开国皇帝 是当时中华大帝的统治者 尤其是元日大战的第二次战役 南宋已经灭亡 忽必烈推行汉化 朝廷里有大量的汉族官员 江南汉族的十万水晶 是第二次征讨日本的主力军 如果说这次战争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呢 也有点讲不过去 如果硬要说蒙古民族建立的政权 不能代表中国的话 那反过来说 甲午战争是日本人和女政筑政权的战争 也和中国无关呢 这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元日战争既不算是中日之间的战争 也不能算和中国完全无关 蒙古帝国是一个大陆的政权 那忽必烈为什么要跨海去征讨日本呢 先花五分钟解释一下元朝开国的历史 元朝是从忽必烈称帝开始的 但中国的教科书一般倒数到陈吉思汗 1206年 陈吉思汗用武力统一了蒙古草原 建立了蒙古国 自称蒙古大韩 之后陈吉思汗疯狂的发动了对外的领土过章 1205年 1207年 1209年 陈吉思汗三次攻打西夏 使西夏臣服 1207年 陈吉思汗派长子数次进攻西伯利亚 自1215年 征服了整个南西伯利亚 121年 攻打金朝 击破金兵四十万 金朝明存四皇 1215年 攻克金朝的首都中东 中东就是现在的北京 金朝的疆域被压缩在黄河以南 长江以北的狭小区域内 1218年 灭了西辽 进军西亚 史称蒙古第一次西征 1219年 征服阿富汗 巴基斯坦 攻克了金乌兹别克斯坦的重镇 布哈拉和撒马尔汗 121年 灭了花纳子墨 花纳子墨呢 是咸汉以南的一个古国 蒙古第一次西征 于1226年 砍旋撤回 第二年 1227年 陈基斯坦灭了西夏后 同年病故 享年六十五岁 陈基斯坦这一生中从四十岁以后一直在打仗 增增打了二十多年 陈基斯坦死后 他的第三个儿子 沃阔台 继任了蒙古第二任大汗 蒙古的大汗呢 他不是皇太子无条件继位 需要在本国举行一个叫做呼里勒台大会 被宗族推选以后才能继位 所以沃阔台呢 拖延了两年才正式继位 沃阔台继位后 继续的陈基斯坦的领土扩张 1229年 出兵攻打高丽 高丽就是这个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 1231年 攻打京朝 三年后的1234年 把京朝给灭了 蒙古控制了黄河流域 汉族居住的疆域 为后来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奠定的基础 1236年 霍阔台出兵 进攻俄罗斯 兵进欧洲 史称蒙古第二次席征 1237年 攻克土耳其 兵进莫斯科 1238年 进攻经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亚公国 1241年 进攻匈牙利 击破波兰和德意志的联军 攻克了匈牙利的首都 布达佩斯 匈牙利的国王被迫逃亡 奥地利 1242年 又攻克了保加利亚 第二次西征过程中 乌阔台于1241年病故 在位12年 享年55岁 从他继位至驾奔 一共是12年 整整打了12年的招 乌阔台死后 蒙古帝国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首先是乌阔台的皇后乃马征 在1242年称致代理大韩的职权 乃马征废除了乌阔台清定的继承人 施烈门 因为施烈门不是乌马征的亲生儿子 四年后 1246年 乌马征病危 临死前 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贵游 推上了第三任大汉的宝座 但好景不长 贵游沉迷酒色 继位不到两年就死了 到了1248年 贵游的皇后海弥斯称之 为了挽回乌阔台家族的慰望 想重新撤立乌阔台撤立的太子施烈门为大汗 但两任的皇后 岛形叶斯引起了蒙古宗族的反对 他们共同推选了乌阔台的养子蒙哥继位 这个蒙哥是谁呢 他是陈吉思汗第四子托雷的长子 被乌阔台说为养子 托雷这个人物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在兼庸先生的笔下被描写的栩栩如生 托雷和大侠郭靖是结义兄弟 蒙哥在大战相应样的时候被独臂大侠杨过 用飞石给打死了 当然这些都是小说的杜撞 回到正史 一二五一年蒙哥继任第四任大汗后 立刻发动了第三次西征 一二五二年西征军攻克并掠夺了巴勒斯坦地区 一二五六年进攻伊朗 一二五八年进攻阿拉伯地区 一二六年攻克叙利亚的重镇 阿拉伯和首都大马士革 第三次西征吞并了中亚四十多个国家 在西征的同时 蒙哥又出兵两路进攻南宋 杜勿军由他的弟弟托雷的第四个儿子忽必烈 进攻安徽湖北 西路军由蒙哥御驾清征攻打四川 在四川的战场上 蒙哥临阵亲自指挥 被飞石打重 伤重不治而亡 金庸作品中呢 说蒙哥是在打襄阳的时候 被杨过打死的 历史上呢不是襄阳 而是在打四川的时候战士 蒙哥享年五十岁 在位九年 也整整打了九年的仗 死于一二五九年 蒙哥死的时候 忽必烈率领蒙古的主力军 正在进攻湖北 因为蒙哥的死亡是一个意外 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会在战场上战死 更没有来得及立一个皇太子 作为他的继承人 于是忽必烈的手下人对忽必烈说 庞大的蒙古帝国不可一日无君 大韩兴故未撤立继承人 现在有实力争夺韩卫的 除了主公就是阿里布格 而这个阿里布格是谁呢 是托雷的第七个儿子 也就是忽必烈的弟弟 请主公火送撤兵回国 抢在阿里布格之前 举行忽必烈台大会继承韩卫 但是忽必烈不愿放弃 剿灭南宋的战绩 蒙古在北方 如果侧兵到北方 那攻克的那些城池 就会被南宋一一夺回 斟酌了再三 忽必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先侧兵到了燕京 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 以前是这个京朝的首都 京朝灭了以后呢 这个蒙古把它改名成燕京 1260年忽必烈在燕京 自称大韩 按照这个蒙古的礼法 大韩继位需要在本国的首都 举行忽必烈台大会 忽必烈在燕京自称大韩 是不合蒙古礼法的 于是阿里布格就在蒙古的首都 哈拉和林召开了忽必烈大会 宣布继承行位 哈拉布林是当今 蒙古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城市 这样一来 蒙古帝国就出现了两个大韩 引起了蒙古的内讧 也给了南宋十年苟延残喘的机会 忽必烈花了四年的时间 到一一二六四年剿灭了阿里布格的势力 但蒙古帝国西征占领的清查韩国 查和台韩国 倭阔台韩国和伊尔韩国 不承认忽必烈的合法性 虽然四大韩国 勒不起忽必烈表面上衣服 但事实上不受忽必烈的统治 巨大的蒙古帝国就此分裂 从陈吉思汗起维持了不到六十年 当时忽必烈统治的地区 包裹蒙古本土 黄河流域 和吐蕃西藏 忽必烈一想 你是大汉国 不承认我是蒙古的大汉吗 没关系 我来做中国的皇帝 一二六四年 忽必烈迁都到了北京 从那以后呢 蒙古的首都 就不在这个蒙古境内了 迁都到北京了 改名为大都 并从一二六四年至一二七零年 忽必烈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 采用大量汉人官员 对外的外交文书 一律使用汉语 一二七二年 忽必烈称帝宣布继承中国皇帝的地位 改国号为大元 自此蒙古入侵中国的性质 就变了 从殖民变成了童话 所谓的殖民呢 是征服者无视原住民的文化 强行推行自己的一套理法习惯 而童话呢 是征服者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融合或直接放弃了自己的理法习惯 举几个这个童话的例子 中国的商朝有机子 到了先前还有一个叫魏满的武将 跑到了朝鲜半岛 取得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他们先后继承了朝鲜的传统 但是呢 并没有把汉人的文化强加给朝鲜民主 所以机子朝鲜和卫士朝鲜 这两个朝代历来是被看成朝鲜的历史 而不是中国的历史 同理从忽必烈称韩开始 元朝一般被看成是中国的历史 而不是蒙古历史 1260年忽必烈称韩 使用年号为中统元年 和汉族的皇帝一样开始使用年号 忽必烈的第一个年号是中统 这些呢都是汉族的统治文化 之前的陈吉思汗到第四任大汗蒙哥 都没有年号 和中国的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 严格来说从陈吉思汗到蒙哥 都是外国的君王 但中国的教科书呢 一直把陈吉思汗作为元朝的始祖 连毛爷爷的诗词中 都有一代天骄陈吉思汗 指石腕宫色大雕 说的这个陈吉思汗 好像是中国人一样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 就不去较真了 忽必烈成为中国的皇帝以后 性质就改变了 这里呢顺便解释一下 皇帝这个概念 皇帝这个概念 是从秦始皇以来 一直维持亚洲各国次序的一个称号 这个习惯呢 一直维持到现在 没有听错啊 不是说这个清朝皇帝退位以后 世界上就没有皇帝这个概念 一直维持到现在 当今世界加盟联合国的 二百来个这个国家中 有一个不成文的外交习惯 各国的君主在会面的时候 他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最高等级是皇帝 英文叫做Empera 第二等级是国王 英文中的King 第三等级是总统President 第四等级是首相 这个外交礼节上呢 国家元首是分四个等级 不同等级的元首 见面的时候呢 是有规定的 低级的元首要向高级的元首 首先行礼 而且这个礼节是要深深的鞠躬 古时候呢 这个朝贡国 会见中国的皇帝 是要行三败九寇的 这个大礼的 当今社会 当然不需要这个三败九寇 但是低级元首 向高级元首行礼的时候 要首先行礼 而且是要九十度大鞠躬 记得前几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会见日本天皇的时候 就是行了这个九十度的大鞠躬礼 当时媒体上报道出来的时候 连日本人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美国一直是高高在上啊 日本就像这个美国的附属国一样 美国说什么都听什么 为什么这个奥巴马 见日本的天皇 要九十度大鞠躬呢 后来有这个政治家解释说 因为日本的这个天皇 他的国际定位是皇帝 是Ampel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日本的天皇是 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Ampela 比其他国家所有的元首等级都要高 当然这只是一个外交的礼节了 现在的日本天皇没有任何实权 和古代中国的皇帝是完全不一样 按通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习近平主席 见到日本天皇的时候 也是要行九十度大礼 习近平主席是主席啊 英文叫做Chairman Chairman就是President President是第三等级 见到第二等级的这个King 比如说这个英国女王是Queen 因为是女王嘛 是Queen 如果是男皇的话就是King 见到英国女皇这个Queen 或者是见到日本皇帝 这个Ampela的话 这个习主席他要先进行九十度的大鞠躬礼 记得当时习近平在担任主席之前 到日本来接见过一次天皇 为了这个九十度大礼的这个镜头 不被拍下来 因为日本是曾经侵略中国的 也有国家 你一个即将成为国家主席的领导人 在日本天皇面前的大鞠躬 这样的镜头被拍下来 放在报纸上的话 不太好看 所以习近平在一个摄像机镜头 拍不到的地方 行了这样一个礼 这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行李的时候有一个身影 这个影子被摄像头拍了下来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外交礼节而已 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今世界上的安佩拉 只有日本天皇一个人 但如果中国出了一个庆分帝呢 哎 庆分帝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也是安佩拉 安佩拉和安佩拉如果见面的话 就不用相互九十度行大礼的 双方都是平等的 言归正传 忽必烈继位了中国的皇帝 但是所谓天无二恶 忽必烈要坐稳这张龙椅 必须要消灭南宋 除掉南宋那个苟延残喘的小皇帝 同时继承南宋对各个朝贡国的宗主权 南宋主要的朝贡国有朝鲜、日本和越南 日本实际上也不能算真正的朝贡国 日本在隋唐时期就和中国有正式的使节交往 因为日本天皇不肯对中国皇帝扶手称臣 为了避免战争 双方的使节就相互欺丧瞒下 日本的使节对自己的天皇说 我们去中国是做生意的 中国的大臣对皇帝说日本是来朝贡的 反正中国皇帝对朝贡国的进贡 会给予二至三倍的这个礼物称为下次 日本使节带了这些礼品回到日本后 就和日本天皇说在中国做生意 赚了一笔 于是就带了很多珍奇异宝回来 日本和中国当时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国际关系 忽必烈进攻日本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中国皇帝的宗主权 忽必烈攻打日本的第二个原因 是出自于他的野心 我们看一下当时忽必烈的口号 就是以建立蒙古帝国为中心的世界和平 在和平的环境下促进世界各国的贸易 他打的口号是世界和平 但做出来的事是用刀枪用大炮征服周围的国家 掠夺和杀戮当地的居民 到了几百年后 二十世纪又出现一个强盗国家 和忽必烈一样 他们号称建设大东亚共农圈 但实际是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 这个国家是哪里呢 不说大家也知道 和忽必烈的霸权主义 鲁出一则 忽必烈构想世界和平 有两条路 陆路是丝绸之路 从中国一直延伸到欧洲的贸易之路 另一条路是海路 从朝鲜、日本、南下到越南 然后通过马来西亚 一直到整个印度洋 当时因为没有苏伊斯印核 而且航海能力 还不能够绕过好望角 所以海路是不能够抵达欧洲的 只能控制到整个印度洋 非常宏伟的理想 就是蒙古版的一带一路计划 忽必烈虽然出生在草原 是马背上的男人 但他非常重视海上的霸权 忽必烈在营界首都大都的时候 挖了很多运河和人工的湖泊 贸易的船只直接可以从海上 一直开到皇城下 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权所在地 中南海就是忽必烈开拙的人工湖泊的一部分 为了实现海上的霸权 忽必烈就必须征服日本 夺取从日本九州到琉球台湾一带的治海权 原日大战即将来临 下回再演